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加坡之音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首次确诊冠病 根据李总理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载的检测仪图片 他是在今天早上8点20分确诊染病 总理贴文说,他是在近期多次出国访问后第一次感染冠病 他表示,染病后总体感觉良好 但医生建议他自我隔离直到症状消失为止 医生也为他开了冠病口服药Pax Lovid 总理也说,他上一次接种冠病追加剂是在去年11月 他也劝请大家接种最新的追加剂 因为这能减低患上重症的几率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关注新加坡之音